在錄影的過程中,弟弟依然是那個弟弟 他沒有變過,所有東西都是濕濕惺惺惺惺惺 後來問到無法問到東西時 有份拘捕我弟弟的殺人說 你有沒有推伯伯的過程? 你有沒有推伯伯?剛才你說有的 這裡我開始覺得真的有問題 警方本月初,拘捕了一名智障男 有份拘捕人兼負責錄口供的一名警長 不單捏造口供,還有道事主認罪 有份陪同錄口供的智障男二哥 向本刊親述細節 正正問他有沒有推伯伯 我弟弟剛才說有的 你怎樣推?一隻手還是兩隻手推? 我上一隻手 怎樣推?是否這樣推? 其實那裡鏡頭沒有拍到他 但我看到警員模擬用兩隻手推一動 我弟弟就跟著推一動 就算他推一動的動作也好 我弟弟也很小的動作 於是他就走出來 你示範一次看看 你推我吧,你試一下 就要跟回那個動作 然後跟著那個動作錄影了 其實都是碰一碰 他就假裝向後跌 我用反字,反向後跌一跌 原來是這樣嗎? 這是第一次他的演繹 而對我弟弟這種自閉症人士 其實他答是和不是都好 他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滿足你的要求 他是想快點,不要再問了 那便撞答案了 我相信那時候 其實警察慢慢掌握到 怎樣可以問到他要的答案 那便問你是不是?有還是沒有? 如果我弟弟說沒有,真的沒有? 我弟弟答多次沒有?真的沒有? 那便變成有了 有他就停了就問別的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明顯 你不是說不掌握怎樣問 而是你很快學會掌握到怎樣問 最後其實有一句挺有趣的 就是有份拉出來的警察出來的時候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 很晚了,這時候他拘捕他的時候不是這樣的 就是他這樣跟我說 二哥說 當時另一個在場陸口供的警察 都對這名警長的盤問方式 露出錯學的表情 大戶法紀需要道歉 這是天荒夜談 但我相信我上任 我不會跟曾sir太大分別 她是我的天荒 我不會聽血 谢谢大家